在屏東勢力體育館熱血開戰了 屏東縣政府為此做了非常多的準備 不只提供舒適寬掌的體育館 來供選手比賽 世界球後戴資穎奧運金牌雙打 李洋還有王麒麟 是分別代表各自的球團出賽 這也是他們在東京奧運之後 首次在台灣比賽 全場觀眾都非常的興奮 紛紛舉起了加油棒 為他們加油打氣 而戴資穎也使出了渾身解數 不負眾望的拿下勝利 順利的完成了21連吧